小姐 夫人又来信了 夫人真是关心你 自打你来了临安以后 三天两头的来信 放架子上吧 是 对了 小姐 听说大少爷回来了 真的 他在哪儿 元赫 颜希哥哥在吗 今天少爷事物缠身 就要得无论谁 都不能进去打扰 那麻烦帮我 将这个转交给他 这些都是 我亲手做的糕点 不知道合不合他的口味 程小姐有心了 小姐 我们走吧 再等等 说不定颜希哥哥 一会儿就忙完了 少爷 程小姐做的糕点 让我送过来给你 放那边吧 放那边吧 是 我和千语亲同兄妹 他们说的那些 只是长辈之间开的玩笑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随后一说吧 这 这些都是帮儒夫人 购置的珠宝首饰 你看这个 家园八年四月二十八 二两二钱没有名录 怎么了 火油 是火油的味道 难道是买火油的时候 记账不小心沾上去的 你知道二两钱能买多少火油吗 现在能买十桶 十年前也差不多 但他是个马夫啊 他买那么多火油做什么 家园八年四月二十八 寿娘的忌日 你说夫人死于别院失火 那难道 我们一起查明真相 还夫人一个公道 我明天去镇上火油店看看 看看有没有线索 我刚好要去医馆看看小安 我陪你一起去 好 那我们陈时在南小街头碰面吧 颜希哥 婉儿 是你啊 芊玉姐姐 你怎么来了 没事 我就是想来看看颜希哥哥 他不是说他事无繁忙 不能进去打扰吗 大 大哥说让我帮他演一下目 听说你遇到劫匪了 有没有受伤 伤得重不重 没事 没受什么伤 那就好 没受什么伤 颜希哥哥还留在医馆照料你 他对你可真好 既然你都开口了 倒也不是不可以 多谢教练 给队里添麻烦了 没事 但是也不能白住 喂 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鸭 会扫燕子洗衣服吗 会 我都可以 撤 那就先住在这里吧 当个帮手 管吃管住 没有工钱 可以吗 谢谢教练 谢谢教练 成 那我找人给你安排一个房间 教练 我要去买点东西 就先走了 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用不了多久 子千啊 算是我们天羽队半个队员 会精彩来练球的 真的 嗯 千语无碍 睽違数月 十分思念 在顾家一切可好 和颜希进展如何 你父亲多年以来的夙愿 就是与顾家联合 打开我们家生意 在江南的销路 你现在长大了 希望你能多体谅家里 多为你父亲分忧 母亲 我又何尝不想嫁给颜希哥哥 可是母亲 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少爷 少爷 凤关祖街出了问题 大伙都停工了 您赶紧给我去看看呢 你去给婉儿带句话 说我晚点的 好 是 少爷 夫人 三思啊 这 这可是 你不用多说 我心意一举 我一定要让顾颜希 对马晓柳的死 付出代价 那 那要是被人发现了 你放心 该打点的我都会打点好 练希 你跟我 也已经有不短的日子了 等这件事情办完之后 我会给你 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妇 选一门好的亲事 把你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知道吗 夫人 是 小姐不是刚从医馆养病回来 这急匆匆的又要去哪儿 我看看去 你就别跟着了 我自己去吧 就当散散心 是 不是说晚一点吗 怎么半天还没来 肚子都饿了 新鲜出炉的肉包子 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啦 姑娘 来俩包子 来两个 姑娘 我没带钱 包子 瞧瞧看一看嘞 姑娘 姑娘 我今日啊收摊早 这里还剩两个包子 送你吃了吧 真的吗 没事 快吃吧 谢谢老板 您真是个大好人 祝您早日发财 升运星了 干嘛 来